我叫人 我自己也是这样做法 我知道 这个人对我有 有意见 有误念 不能包容过 我都供他的长生派位 以自己修学 讲经功德 天天给他回想 希望把这个愿解解开 他要跟我见面 我会给他顶礼 我能够容他 是他不能容我 佛菩萨在经教里头 时时刻刻劝道我们 冤家一解不一解 你怎样能够把冤家变成亲家 把卧人变成好人 这是你的功德 真是功德 这个功德可以帮助你往生 帮助你挣高品位 这个对我不好 我对他有意见 我不害他 但是我远远地派斥他 我不跟他接近 在事发讲 算是不错了 你没有害他之心 可是 你把他的发生灰灭 断掉了 你能包容他 是张扬他的发生灰灭 这个功德不得了 几个人会算这个账 所以把在一生当中 自己可以能够修到的 无上功德的时候 都自己给自己造大条 不肯去做 还认为自己不错了 我的度量很大了 我不记他的仇了 可是 发生灰灭 有机会 不给他 总不能 把冤情带出 看作自己最轻的 像父母一样 他虽然不愿意修复 念念不忘 帮助他修复 帮助他 这个心是菩提心的 我们都念这个 都知道 什么条件往生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我们的菩提心 就发不出来 自己以为是菩提心 其实错了 菩提心 我们说得很清楚 清净平等学 心就是不清净 那 怨恨 恼恼度烦 没去掉 不能够 像还原冠上 所说的 还原冠上 的神德 没有这个心量 周边发解 畜生无尽 寒荣 空有 寒荣 空有 是心量 心多大 能保虚空 这是寒 寒空 能荣万发 没有一样 不能荣 寒空 荣有 为什么 这是你的真心 你本来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变得这么一定 小心量 一个人都不能够容他 心量越小 你就越苦 心量小到极处 就是阿弥陀佛 鬼的心量 比地狱大 出生的心量 又比鬼 又比鬼大 照理说 人的心量 应当比三窝道的 众生 都要大了 现在我们的心量 不如三窝道 所以三窝道的众生 他往生了 他处理了 那我们这批人 将来死了以后 去补填他们的位置 都到三窝道去了 阿弥陀佛的种子 叫金刚种子 永远不坏 看是哪一身 哪一世 再遇到这个缘 接着再修 这一身去不了 这一身想去 一定把心量脱开 一定要发菩提心 千万不要 收获这一句话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没有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还是去不了 菩提心 就是心包态势 两周杀戒 没有不能包容的 没有不欢喜的 那造作 无逆使我罪业的众生 都能包容 为什么 他本心本善 他本来是福 只是一时糊涂 你能不原谅他吗 佛原谅他 菩萨原谅他 你阿罗汉也原谅他 我们不能原谅他 祖师讲的这几句话 都是现前 都是许许多多人 汇入这个境界 自己不愿意 入这个境界 可是自己的行为 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不知道 这就是前面讲的 愚痴蒙味 没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 不敢杀死 你的心量要记住 你的心量跟佛一样大 你本来是佛 今天堕落这个样子 就是心量太小了 这心量小是假的 心量大是真的 是你的自信 是你的真心 那心量小的是什么 是你的妄想分别之处 是这个东西 把你心量变小了 你能够把妄想分别之处 放下 你的心量 就是修空发觉